历代至下 第十章 罗伯安到世间去,因为全体以色列人都去了世间,要立他做王。 那时,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因为逃避所罗门王住在埃及, 他一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 他们派人去叫耶罗伯安回来, 他就和全体以色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所付的恶甚重。 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劳逸和重恶, 我们就服侍你。 罗伯安对他们说, 三天以后,你们再来见我吧。 众人就离去了。 罗伯安王和一些在他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 势力在所罗门面前的老人商议说, 你们有什么提议,我好回复这般民众呢? 他们对他说, 如果王善待人民,使他们喜悦, 对他们说好话, 他们就必永远做你的仆人。 王不接受这些老人的意见, 却去和那些同他一起长大, 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商议, 问他们, 这人民对我说, 求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恶吧。 你们有什么提议, 我好回复他们呢。 那些同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对他说, 这人民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所负的恶甚重, 现在求你减轻些吧。 王要这样对他们说, 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呢, 我父亲把恶夹在你们身上,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打你们, 我却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全体人民都遵照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天再来见我的话, 第三天来见罗伯安。 罗伯安王很严厉地回答他们, 罗伯安王不接受老人的意见, 却照着年轻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却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听从人民的要求, 这事原是出于神, 为要实现耶和华借着世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人见王不听他们的要求, 就对王说, 我们和大卫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和耶稀的儿子并不相干, 以色列人啊, 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啊, 现在只顾你自己的家吧。 于是, 全体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去了。 只有那些住在犹大众城镇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拆派了监管苦工的哈多兰, 到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 直到今日。